每天都要讀大学 修理呗 还是修理呗 要设计好啊 修理会这么赞啊 哎哟 好大人哟 你是不是要读大学了啊 要读哪一间啊 要读什么科系啊 我跟你讲 阿姨的儿子 就是读附近的学校 每天都骑车去就好了 不用住外面 还省一笔钱 我跟你讲 要替你爸爸妈妈早上 你就读附近的学校就好了 每天骑车上下学就好了 很近又很方便 你看你要读哪一间 你跟阿姨讲 阿姨去帮你问卸 是不是对阿姨没有认识的人 你要读 你想要读那一间 不要啦 那一间很烂耶 人家都说那一间要读很久耶 我要失之之犯都不行耶 千万不要选那一间呢 我跟你讲 要选就要选国立 你要出社会 都要看国立的名号 私立的不是太好 没啦 听你讲 要读国立的 小家 一半有口而已 要选就 五万万耶 负担你去吗 那省下一个钱 可以做很多负金耶 听阿姨的一句话 读国立的就好了 读国立的 最好选加近一点 他想要做很多负金耶 你负业 要做什么 要不要去考工人员啊 听说那个薪水待遇还不错耶 阿姨也要不要去台积电上班 诶国营铁饭碗 国营铁饭碗 你要不要去考国家的考试 这样会有保障咯 阿 照片 找工作也是有困难的啦 阿去考公务人员 也是有保障 阿你到六十岁就 六十五岁就可以退休呢 阿姨 阿姨 他轻松啦 阿小年人 阿设计较高啦 阿看你要不要去考富啦 阿我是推荐你去啦 对阿 金属还不错呦 年纪要结婚生小孩啦 你看你朋友都结婚生小孩啦 他在等什么 是不是因为工作找不到 找不到 找我的对象 没关系啦 我可以帮你找啊 可以帮你介绍啊 那个谁谁谁阿姨的女儿啊 还是谁谁谁 我同事小孩的女儿 诶都不错呗 还是你太挑剔 跟你讲啦 不挑很快就可以相亲到了啦 结婚生小孩了 真的啦 诶 你爸爸妈妈 急着抱孙子呢 还不赶紧给他努力一下 都要三十岁了呢 好啦 啊 早一天啦 吃饭 一个电话 出来这里面一下 啊这里面又不用什么钱 对不对 就是大家认识聊天喝个茶 这个话 这样子 嗯 真的啦 我是说真的啦 啊听我的话啦 好吧 对啦 比较乖的啦 我就问 OK 就是不要问 Don't say Don't win OK 就这样 拜拜